据护旗阵说,江浅南除了腿伤严重之外,别的真没什么大碍,你就别胡思乱想了。 程希致,你真是太没良心了你,南南都已经拄着拐杖走路了,你竟然还说他没有什么大问题,我问你,在你眼里,什么才成的尝试有什么大问题? 我看你就还是打算站在傅锦红那边呢,你老实给我说,你是不是都已经打算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了? 宝贝,我要是存了那样的心思的话,现在跟我坐在飞机上的人会是你吗? 我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打算的,反正你不许跟傅锦红说这件事情,连提一下都不可以,不然程希致,我就不理你了。 程希致也只是敢怒不敢言,谁让他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妻奴了,逃了也并未得寸进尺。 既然像你说的,南南没有失忆,也没有什么大问题,那他不联系我,肯定也是怕傅锦红知道他还活着。 我也知道,你跟他从小一起长大,感情好,但你心里也该清楚,南南就是被他逼成这个样子的,当初可没有人把刀架到他的脖子上,他这么折磨南南。 怕有今天,完全是他自己咎由自取,他不值得同情。 是,他不值得同情,所以霍奇震告诉我之后,我并没有告诉傅锦红。 涛涛,你知道,在蒋倩南这件事情上,我也觉得傅锦红真的做得太过分了,不然,与我们俩的关系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他,毕竟你也看得出来,他其实已经不是一般的后悔了。 反正不管怎么说,这是个好消息,他傅销一爱怎么样就随他,南南没有松口以前,这件事情只能你知我知,但凡再有第三个人知道,承熙之,我就把账算到你头上。 这黑锅碑的实在是让人心塞了吧,他知道蒋倩南在他心里的位置,可以说没了外婆之后,蒋倩南就是他唯一的亲人。 他能这么想这么担忧他,也是无可厚非的,只是这样就令男人完全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了。 傅锦红的心意他是懂的,逃了这边他又完全不能得罪。 怪不得霍大爷昨天打电话来心情听起来如此好,现在想想,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差事呢。